上一集我們來到邱議員呱吉的辦公室 一起來聊聊政府標案的黑暗面 最後這兩個人會不會被抓到海警第一排呢 就讓我們繼續看下去 如果回到就是 郭老闆他一定在這個 不管是YouTuber群眾裡面 有一整群是年輕人的 嚮往的對象 或者是很崇拜的對象 有沒有什麼的建議是可以給 要做標案的年輕人 一些心理建設 我覺得如果說今天是以想要拿到標案這件事情來講 我覺得大家就不需要了解公務員的心理狀態 對他們來講 他們與其做對事情 不如說不要做錯事 所以其實你可能會想說 我可以在標案上寫很多很多做這個建築物 或者是這個樣子的工法有多少的好處 其實那些好處有的時候不見得是最重要的事情 你這麼一講我突然想起來了 我以前真的有這類的經驗 就是我真的覺得 哇做這個才屌啊 做這個才更棒 結果我們每次很瘋狂的想法 從來沒有被寫上過 對沒錯就是這樣 就是這麼簡單 公務員機關沒辦法這樣 因為你要想這些公務員 他如果做對事情的時候 他會加薪嗎 不會 他會年終獎金變更多嗎 不會 但是問題是如果今天他做錯事情 然後直接被 會不會被釘在牆上罵到死 會 然後他有沒有可能考機會變爛 會 他可能會受到各種懲罰 所以對他來講 受懲罰這件事情是比較恐怖的 想力這件事情 他反而覺得好像沒那個可能性 沒有那個命 所以你如何讓你的標案 確保他不會出錯 我覺得遠比你有什麼好處來講 更加的重要 那我覺得這個東西也牽涉到 你對社會風向的理解 舉例來說 好了 我們也都知道環保綠能 這些事情 可能都非常的重要 但有沒有一些其他的議題 在這個時間點 可能會讓他們更不會受到批評 我想這個你就要注意 那你覺得 議員講話比較大聲 還是網紅 想要比較大聲 欸這件事情喔 我覺得很有趣 它是一個不同領域 然後互相加成的效果 我覺得如果你論聲量的大小 網紅是比較大的 絕大多數的議員 他發一篇文章 除非他是比較 本來就很有人氣的 譬如像苗柏雅之類的 但是絕大多數的網紅 你可能隨便發一個廢文 然後發一張自己生活的照片 我愛大家 對對我愛大家 而且我愛大家就是那個阿傑嘛 每次地震的時候就會發這個 所以你純論聲量來講的話 其實我覺得網紅可能會比 政治人物大一點點 但是 被尊敬的力量是不一樣的 我其實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 就是說 當我有議員這個身份的時候 我走到很多地方 其實我的意見 備受尊重的程度 是很明顯的 有相當的不同 你就不會被喊吃大便 這倒不至於 我覺得還是很多人喜歡講這件事情 因為畢竟能跟一個議員 叫他去吃大便這件事情 對大家來講心理滿足感 認真 雖然是很多人會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其實這個 我曾經在我的直播上 曾經形容過一件事 就是說 我覺得當議員這件事情 最可怕的一個點是 你不知不覺的 會擁有一個非常大的權力 有點像超能力這樣 你有一天 你會失去這個超能力 譬如說我卸任之後 那個一定會面臨一段時間的那種 非常的 失落感 對 因為我舉個例子來說好 我記得我第一次 去議會上班的時候 對 我從我進門口的開始 門口的警察 他們是會幫我開門的 老闆好 他不至於到講老闆好 但是說你是 你知道嗎 就那個車 我坐Uber 然後那個 然後到那個議會的門口 警察是跑過來幫我開門 我馬上跟他說不用不用不用 因為我真的覺得這有點太 太搞累了 他們是直接就是 會幫你看 走進去的時候 每一個在裡面的公務員 都會跟你面帶微笑 跟你說好 好像一副就是 你是他們最喜歡的那個人 可是我覺得這件事情超不正常的 沒有任何一個人 是可以得到這麼多的歡迎的 就是當以前警察衝過來的時候 你整個想說 我怎麼了 對我怎麼了 等一下 安全帽我沒戴是不是 沒有啦 所以我後來就覺得說 這個東西是很異常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當你長期 經營在這種環境當中的話 你會誤以為說這個世界都 所有的都應該對你這麼好 我們可能在這做頻道這兩年 然後做了很多跟政治技術技職 有相關工業的相關的 所以有一群這個行業的朋友 很喜歡我們 可能是命中注定 然後於是就有一些人在問我們說 欸 還是你要不要出來選 然後推動一些 你如果真的要資金社會力量 你應該要是 殘影政治啊 然後啪啪啪之類的 嗯哼 當然就回到那一句話 我媽說我只要殘真的打斷推 對不對 但是我曾經有想 有在想一件事喔 最近我要買房子 於是我就需要去銀行問我的貸款 於是我就跑去問問 問了好多間 哇 我才知道這個社會的 慘烈啊 因為我的公司的主要工作 它都是屬於叫做 工業營造業 所以銀行他認為我是一個高危險的人物 他不讓我貸到30年 他甚至連20年都有點困難 因為他覺得我可能隨時在10年 我就會手斷掉 我會腳斷掉 我會失能 我沒有辦法工作 沒有辦法工作我就不能還款 他直接這樣跟你講 對他說你有可能 因為你生活完全好 第二種就是 因為我們是勞工朋友 就工業的人 所以我們的貸款的趴數 一定都會比別人還要更少 然後我的利息都會比別人還要更高 我覺得這個很讓我非常的 揪心 因為很多辛苦的工作都是勞工朋友 工業的人 流血流汗 你既然都覺得最危險了 那你既然也不給我最好的條件 他反而給了我更高的困難 更高的利息 然後讓我們去還款更困難 我們常常在看電視的時候就會聽到一些 比如說 缺工啊 然後 國軍招募不到啊 然後 於是我就突發奇想 想過一件事情 既然 政府表演有這麼多的奇葩的油水 又有這麼多的問題 那何不把一些勞工朋友 就直接變成軍人 讓他享有軍人的待遇跟福利 你看每天能夠曬太陽曬最久的是誰 是我們這雄人 每天可以在太陽底下20小時工作的 不怕曬 你要打仗要多艱苦有多艱苦 你知道工地的廁所多可怕嗎 比野山廁所多可怕 他同時有享有這樣的待遇的時候 你在這個行業工作裡面 他的危險性 他有受到軍職的保護 那再來是他的貸款承受 他也可以像軍公教一樣 那你就可以同時解決掉軍人的問題 再來就是工程 圍標跟各種油水的問題 這其實是個蠻有趣的思考 我覺得 因為這畢竟是比較牽涉到中央法規啦 我覺得立委可以稍微想一下這個問題 但是因為這也牽涉到就是說 因為台灣有 應該說全世界有各種各式各樣的 不同的工作類型 勞工的確是一個很重大的問題 但可能譬如說像農民 農民也是一個問題 因為如何保持農產品的這個自給自足 其實也是很多國家 其實這非常的複雜 這也不太是我們能夠 兩個人在那邊講幹話 講完就得過 但你這個想法有一個 有一個很有趣的點 是在於說 因為它等於是 讓這個增加就是 大家願意去做工人的誘因 因為使得他們的生活 得到更高的一個保障 對 然後 而且還有20年終身奉 我現在要25年對不對 對 因為其實基本上 大家不用擔心 終身奉會養很多錢給他 因為基本上 我們做這種工業 做鐵工的活不到70歲 哇 真的嗎 因為我是從小就是 你從就 粉塵啊 鐵穴啊 焊接的那個煙啊 而且在以前 其實現在我們拍頻道很 一直要叫大家 要很注重工業安全 要戴什麼呼吸器 要戴什麼 以前我們哪在戴 我們以前連口罩 現在的那個 路上在走路的那個醫療 回來我們都不戴的 因為以前你戴這個 你會被師傅笑 他說 你怕死喔 你怕死都來做事情 OMG 所以你說這個行業平均年齡 本來就相對來講比較 其實相對來講就 不久 這講起來雖然是有一點點 是有一點悲傷的一件事情 我們也不太希望這樣的悲劇 不斷的上演 但是我只能說 這個想法的確大家是可以思考一下 就如何讓這個工人 缺工的這個問題呢 透過目前的兵役的制度 去做一些改善 其實現在在我們的環境裡面 就算你能蓋個大樓 它一定就算是 建設公司玩營造公司 營造公司玩工地主任公司 各種會發包發包再發包 所以一間公司 基本上很難有一間公司 能夠蓋完整棟大樓 那當然 它一定是有很多很多發包出去 那這些發包出去的這些人 有時候一間公司才兩個人或三個人 在一整年當中 它要去如何分配它的工作量 一定是不健康的時間 它一定是很混亂的時間差 再來就是 所有的工作都只有趕工再趕工 那它就是要抄嘛 就是早上抄晚上抄 然後你又 再來是這個工作又是一個勞力 然後危險 我們當時拍頻道有一個起源點 也是因為 我在許多國家跟國外 我跟他們老爺一起工作的時候 我發現他們老爺工人好帥喔 它的那個帥是發自內心的屌 跟發自內心的帥 而且他們用的東西是很好的裝備 那全身的裝備是好幾萬這樣子 我們把它當名牌在炫耀的 那你就會發現 其實我喜不喜歡做工 我很喜歡 我真心的愛這件事情 那它何不讓人可以變成是一個很驕傲的 跟人家說我就是這個行業的佼佼者 我們其實在這個頻道裡面 當然除了偶爾跟大家講幹話 然後聊不要玩聊什麼 我們也很希望大家可以 打開一點這個產業的世界觀 然後每個人都是很認真的去學很多新的知識跟技術 然後把自己動得很帥 那我也希望可以提高他們的待遇跟壽命 因為我覺得如果大家平均壽命低於70歲的話 感覺上還是有點悲傷的事情 改善工作的環境我覺得也蠻重要的 對所以瓜老闆要不要 如果你去選立委的話 就幫我推動對不對 這個之後再說啦 我目前是沒有相關的一些規劃 其實我都覺得 我們其實從很久以前 自己是一個小公司 小公人 我們就會往上幹掉 然後我們就是任何的工作任何的表現 這一定有靠關係 這一定有什麼的 當我現在從員工變成老闆 資方的時候 你會發現 這個世界又想的不太一樣 這個世界多麼的美好 空氣多麼的慶幸 就是沒有這麼的複雜 跟沒有這麼惡劣 我是說以前沒有這麼直白的幻想 可以連貫說 反正上面的人一定是壞人 然後當我們做了很多年的標案之後 當然有遇到很爛的狀況 不過我也很真誠認真的跟大家說 我遇過非常非常多 其實好的公務員 多過於壞的公務員 這個我是認同的喔 對對對真的 就是因為你以前從來沒有做標案 所以你只會說 那有一些公務員 他是認真到 他希望你可以跟你這個公司 好好的配合 把這個公共建設做得更好 這個絕對 我敢發誓摸著良心 他絕對超過於大部分的 就壞的人 你知道我這個我一定要給大家一個 一個健康的認識 就是說其實在政治的領域裡面 我們會分所謂的 政務官跟事務官 政務官就是指他靠選舉上的 那譬如說舉例來講 柯文哲就是政務官嘛 他選舉選上台北市市長之後 他本身因為他選上的關係 他有一些權利可以指派一些人 那些人是政務官 譬如說他的副市長 那個不是說他是透過公務體系 自然升職上去 他要指派 我覺得我要指派我的新婦 我要黃珊珊當我的副市長 然後或者是呢 有些局處的首長 他也是他自己指派的 都是他個人的 算是他的禁衛軍 你可以這樣講 所以如果今天他們有做錯事了的話 其實你會發現 就是說很多人會去講 文化局長 誰誰誰誰 或是做什麼壞事 不好 其實很多時候是為了攻擊柯文哲 然後呢 所以其實是基於政治上的一些利益 其實他們是有些不滿 可是問題是你要反過來講 其實在這個他們底下 絕大多數的公務員 是所謂的事務官 他們其實跟這些政治沒有 選舉是沒有關係的 他們本來就在這個行業裡面工作 而這些在一直在崗位上做事的公務員 絕大多數其實他們真的沒有 要代乎職守的意思 而且很多人都真的是非常的專業 非常的認真 所以我也不太喜歡就是 突然之間只因為 幹職就要全部人都翻了這樣 對對對對對 我覺得這真的不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是是 瓜王我曾經想過一個想法 就是我曾經無聊的時候 去翻現在的國中跟高中課本 我們就在想過說 現在他們有時候這種什麼 生活科技課啊 他們在教怎麼樣 火箭是怎麼製造的 然後在教持福列車 我以前小時候沒有這種科技 沒有這種課欸 對對對 但有趣的來了 然後到高中我們當然就是要 上什麼三角函數嘛 我們要算什麼 有也不也 但我曾經就想過一件事 你知道大家到了出社會之後 你可能活到二十五歲 三十歲 就連螺絲是公字英字 你都分不出來 那我還真的不知道 應該要知道嗎 真的不知道對不對 但是我又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為什麼這個東西在國中高中沒有教 我們曾經有想過一件事說 其實是不是應該要去修正 學校的教育課綱 他會變成是當你的基礎機械知識 還沒有建立的時候 你在上一些很難的東西 所以大家從小沒辦法去用手動 或者是從小沒辦法用很基礎的東西 去了解我到底是不是喜歡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曾經有想過說 不知道有沒有什麼樣的力量 可以去改變 不管是教育部還是什麼的 如果你要把一些我們認為 基礎的課綱編列到教育課程裡面 是不是要從政 其實他從政有幾個不同的方式 不一定是只有選立委或議員這兩種 還包含擔任政務官 政務官就是指說 譬如說你在這個領域 其實備受尊重 所以某種程度 在某個機會的時間點 也許 譬如說 下一任的總統 他就說 少年你要不要來我們這個 教育部門 然後去擔任這個課綱 可能某一個新的課綱 修的一個什麼 諮詢的一些委員 他的顧問 然後你可能就可以提供一些意見 或甚至於說舉例來講 比較有一個極端例 像唐鳳 唐鳳他其實也是 本來就是一個 跟政治完全沒有關係的人 但後來是因為 對他可是後來 因為他可能在資訊科技上的成就 所以被大家覺得說 他真的是蠻不錯的一個人 把他延覽進來 然後做為這個政務的顧問 然後同一時間他推動很多 資訊科技相關的一些政策 所以我覺得以專業的角度 進入這個政治的這個領域呢 也不是一個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甚至於不一定要透過選舉 我媽說我只要參政就打斷腿 還有另外一種做法 就是說 譬如說你成立一個MGO 或者是你成立一個倡議團體 譬如來講像環保組織就是像這樣 動保團體也是一樣 對 針對某一個特定的議題 你找一些跟你志同道合的人 然後一起在這個社會做倡議 通常他們會做的事情呢 就是我可能會去找很多有影響力的 譬如說議員或者是立委 你要去遊說他們 然後呢提出你們的意見 那如果哪一天呢 有誰真的覺得你們說的話 真的蠻有道理的 而且這個社會上輿論形成足夠的風氣 可能會辦公聽會 公聽會之後 大家可能收集一些專家學者 跟民間的意見 於是呢提出了一個草案 草案送去這個立法院裡面審查 然後最後可能就通過了 但是這個東西是這樣 它是一個緩慢的過程 尤其是民主社會的政治 從來都不是快速的 一定要有一些心理的準備 我覺得政治齁其實 從事政治有非常多的方法 除了選舉之外 我覺得 我希望大家如果對於某個特定的議題 不管是像 可能像技職教育啊 或者是未來台灣的美學啊 工業啊 各種隨便 我覺得只要是你感興趣的事情 你都有各種可以參與的方法 最基本的做法就是什麼 就是 去把你的票投給正確的人 這也是一個很好的做法 好啦就這樣 好 以上就是我們 再次感謝郭老闆 謝謝 那也記得訂閱我們超人的頻道 還有記得要訂閱上班不要看 跟郭老闆直播 謝謝 好就這樣 拜拜 我真心推薦郭老闆直播 因為其實我本身是一個很愛音樂的人 我說你拍播的音樂真心有Sense 真的真的真的 有時候我們還會在上面講 幹就說我覺得 幹這個其他 上次播了一個那個 Stew Got Blue 對對對 人生經 前三大精選 吉他Solo 真的真的真的 那個完全點中 讓我受不了一定要贊助一下 其實搞政治齁 搞到沒賺錢這件事情 其實感覺到很蠢 因為真的我是沒賺到什麼錢 他自己貼很多 貼很多錢搞總統講不 對 很多人都會以為說 因為立委他成績比議員高 可是你會發現其實有很多輩分很高的 在這個議員當了十幾二十年 他如果要往上選立委也沒有不可以 對 但是他為什麼不去選 因為如果純粹賺錢的話 議員是比立委容易的 Here's Johnny 我們懷念他們